已經是退居幕後的司徒華先生 在上星期尾報紙提出五個人的名單 這五個人的名單包括港島區的何秀蘭 九龍東的梁家傑 九龍西的黃毓民 新界東的劉偉卿和新界西的令義昌人 他就提議不如這五個人辭職然後再選 這樣吧 司徒華就提出司徒華的名單 我們稍後就找他來談談他的理念是甚麼 華叔 你好 你好 華叔 我想問一下現在報紙賣流傳的名單 是不是你各下提出來的 是在民主黨的會員政改諮詢會上 我會提出來的只是我個人的意見 是個人的意見 即是跟他們沒有一個大會談過 也不是領導層醞釀出來的名單 是 當時我只是提出贊成 這個用辭職去進行公投 順便提出這個名單 華叔 你提名單背後的理念 大家會問為何是這五個人呢 你有根據甚麼提出來的 第一呢 各個政黨政權都有一個人 是 叫做全體都參加 OK 叫做一個團結 第二呢 亦都考慮到他們的勝算的問題 嗯 我覺得 剛才有人說他們得票率很低 是啊 陳昔知 陳昔知 陳昔知說他得票比較低 我們計算那條數確實是 但是這個有些不同 是 即是 在去年的投票當中 在每一區呢 除了剛才 我所說的五個人之外 還有其他的民主界 是 其他的民主界自然分了一些票去 嗯 這樣的時候呢 他們覺得票率很高 嗯 但是假如 真是五個人之外 那麼對選只是民主派當中 他是一個候選人的人 所以所有支持 爭取2012年直選的民主派人士 和市民呢 都會支持他們 他們是有贏的希望的 嗯 有三個 何秀蘭 梁家傑 和劉慧卿 都是最低得票率 都是最低得票率 這個是剛巧得這麼巧啊 還是你阿華叔 你是專門的 我沒有看過票數的 沒有看過的 我首先想 就是每個政黨政團都有一個人參加 嗯 你看到我分配是 是啊 看到了 那第二呢 我考慮到呢 他們假如出來參選 就不是代表他一個人 嗯 是代表真惡法民主派 嗯 這樣的時候呢 他們的票是會不同的 嗯 但是你又怎樣保證 其實另外的政黨 又不會派人出來選呢 那如果是這樣 有些危的我都 嗯 那如果是泛民主派呢 大家商量過呢 嗯 都是一個人選啦 都是一個人選啦 那其他人出來選呢 嗯 那他們就分駁了 他的票數 分駁了我們的票 不是不是 我的疑問 甚至就是這樣 譬如拿新解西做例子 是 是 你是說李卓人 那為什麼李卓人 不是何俊仁呢 那你一樣而已 和你的道理 就是何俊仁呢 是 是 是 那既然民宣黨出了劉慧卿 嗯 那應該出第二個啦 是吧 OK 是吧 那同時我覺得呢 剛才我都說過 嗯 他這次呢 不只是自己一個人 不是他們自己是政黨 是整個白民主派 嗯 全體都支持他的 嗯 是吧 那同時呢 也都 假如 實得是甚麼呢 反而那些人不會投票 是吧 嗯 假如 嗯 他不是最高票的 是 那些人反而 不會投票去支持 哦 為什麼 要贏的 是吧 假如你肯贏 那些人就擱頭了 是吧 哦 我相信 我相信 當時 還有好幾個人去參選的 是 嗯 那同時廣島區呢 是當選的泛民主派的議員的最多 嗯 是吧 即是你說那些票就要拘捕了 那些票就要拘捕了 假如 阿姨若美 嗯 嗯 陳淑莊 是 我們民主黨 是吧 那當然想陳方安生 是吧 嗯 嗯 那我相信 那票數不會少的 OK 那同時我們會看看對方 嗯 他會出什麼人呢 嗯 那其實呢 可以出的都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我想過 是啊 第一呢 可能完全不買人出來選 是 免得給你一個公判 嗯 那第二呢 很可能找些 選過月落選的 嗯 那假如廣島區來講呢 就在訴訟而已 嗯 那再加上其他地方選過 而知名度比較高一點的 嗯 去參選 田北津、田北辰、周梁、淑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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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不是 不是 沒有了公投 不是 因為 我們這次公投 主要就是 要發動市民討論 2012年的普選 嗯 即使是 他們沒有人出來公投 他們自動當選 但是在整個競選過程當中 也是一個重要的過程 也是一個發動市民的過程 嗯 討論 如果不需要競爭的話 你這樣說 你到截止的時候 就不激烈了 是不是 你假如到 截止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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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人出來 但是一報名之後 到截止這年期間 你還可以進行宣傳進行各樣的事情 嗯 你在你現在的政光當中 可以宣傳 嗯 但是沒有了對決的意味 如果真的沒有人出來選 對決的意味 證明了他們 他們連應戰都不敢 是呀 是呀 他避戰 避戰 避戰就是金幣 是嗎 即是舉白警戒 他避戰 自己認輸 是吧 他不跟你打這場仗 是 他打這場仗 自己 起甲仔兵而走 但是 泛民就有種打空氣的感覺 會不會 都不是看你的工作 這部分是怎樣 嗯 OK 我就希望泛民主派 就要及早準備這場這樣的 辭職 再競選的公投 你是完全贊成這種公投的模式 對決的模式 我覺得 是可以做的 是可以做 是值得做的 嗯 特別是在 這個政改方案 推出的時候 嗯 那這個 那這個名單 你有沒有跟其他政黨 那這個名單 我相信 我希望他們自己去討論 我當時是直接提出的 哦 OK 也都有 譬如黃毓民 上星期接受我們訪問 他心目中那個 總辭的名單就是這樣的 是 我沒有聽過他講的 按住政黨的 比例 就是民主黨應該有兩個人 社民連一個人 不要這樣分 這次是每個政黨 每個政權都有人 嗯 表示一個大團的大聯合 嗯 共同努力 嗯 不是自己政黨的人都可以支持 是 是嗎 你覺得這樣好一點 這樣好一點 我希望在這次這樣的 競選公投當中呢 是 那個政黨的政團都參與 嗯 同時呢 市民呢 不要看他們變成政黨 是代表整落法民主派 OK 嗯 跟著下去這個名單 會不會在 你們 即是民主黨的領導層 我 我希望他們 各個政黨大家 拿些討論 嗯 我當時直接提出 直接提出 其實我都不是記者說的 記者說 在 因為那個麥克風大聲 外頭他們都很清楚 是 是 即是怎樣 即是你笑笑地說 是 但就不記得認識麥克風 噢 噢 那次會議上 每個人都用麥克風 噢 即是你是無意中透露出來的 我也不是無意 噢 我就是這樣說 嗯 我不知道他們聽不聽到 是吧 這個名單會不會 繼續再討論的時候 如果真是一旦城池 會不會有修改的可能 一定有修改 一定有修改 因為我個人的意見 也不是民主黨的意見 OK 那大家可以從長討論 還可以從長計議 是吧 喂 麻煩你華叔 好 華叔剛才我都很清楚了 他的理念很簡單 五區 所以每個人都有份 每個黨都有份 就是這樣 還可以再談 是吧 嗯 對 對 對